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今天博恩副展科剛剛又恢復了可以上傳的功能 我們被停止不能上傳有七天 因為在七天前上個禮拜四的晚上 我們PO了一張處理莫指行手術的手術照片 結果因為被認為不是說那麼翹擋 不符合臉書的政策 所以被停止七天 我們深述都沒有得到正面的回顧 因為它是一個機械的議員 所以我們只好靜靜的等 那這個當中包括你在臉書上面問問題 我們連回都不能回 連回都不能回 連回信 有些病人我們知道他問 那即便是我們有以前有一個罐頭回話 就是說你在臉書上我們沒辦法回 我們用爛回 那個整個的罐頭加劑也沒辦法回給你 所以這個當中如果說造成你的不便 或是造成你的誤會 對 我要副產科在這裡向你智商最大的潛意 臉書非常的嚴謹 昨天有一個李記者要跟我要一張 陰莖緩的一個照片 但是那陰莖緩是套在香蕉上面 他說蔡醫師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純陰莖緩的照片 我說這個是還OK 他說這個感覺上有性暗示 可能會被臉書停潛 所以他們也常常被停潛 所以看起來臉書的那種人工智慧判斷案 說這個照片是不是適合 是還滿嚴謹的 所以在這個系列當中 我們沒有PO 我們沒有上傳影片 我們沒有回你的問題 可以在這裡向各位智商最大的潛意 今天開始 此刻開始 我們即將會恢復 我們在博恩副產科在臉書上面的 所有的服務項目 那也提醒各位對於臉書上面 尤其是一些比如說不是那麼恰當的 你可能要用最嚴謹的態度去審核 或者的話被停潛 幾天我賀然才發現說 我們臉書的日子還是真的是不好過 因為好像跟我們的網友 跟我們的病人好像隔著一層玻璃 你明明知道他在做什麼 但是你就是不能對他說話 那真的有點痛苦